欢迎收看铜板美食贾套套,我是林静 节目一开始带你来到台中的东市有间面店 每天营业时间都还没有到 不过现场已经有好多的顾客排队要等抽号码牌 排骨酥汤里面的排骨天天是现榨现卖 常常开店不到几个小时就卖光光了 很多人来到他们家一定要点这个明星组合 吃一碗排骨酥汤一定要搭配一碗油饭 这家面摊究竟有什么魅力 距离开店营业还有半个钟头 门前的顾客自动排成一列 拿单画单抽号码牌下好离手 就怕晚来吃不到 8号 要香菜吗 要 可能在等你会紧张 会啊 不要吹我都不会紧张 就慢慢的看到客人来自动就会变快 用餐的人潮越来越多 忙碌的双手就越来越快 全都是为了这明星组合而来 排骨酥汤搭配一碗油饭 这个强强联手的古早滋味 总勾起那一份幸福回忆 要排队 要排久 当我11点来之后 然后前面就有人在排队了 平常就有人在排队 然后我就要再等 抽号码牌 然后等这样 等11点然后抽号码牌 公司离这边在七八公里吧 中午有空我就会骑摩车来吃 有分油饭跟米糕吧 我不喜欢吃那种黏黏的 所以它油饭吃起来 就是一粒一粒的就觉得 我就喜欢吃那种口感 很舒服 它的汤头蛮不错 不会很咸 清 算清淡又带有点香味 而且它的完全是没有骨头的 因为我之前吃排骨酥 那样是有骨头的 排骨酥汤 它可以加饭也可以加面 或是当成汤喝这样子 腌完炸完之后 它的味道加上高汤的味道就跑出来 比较香 比较传统啦 我们芋头卖的也不错 但是芋头就是有馅 它不能在里面蒸太久啊 所以我们每天的数量都是有馅 它蒸太久 它芋头会越来越小 每天限时限量 一中一中的排骨酥汤 要研制 要油炸 每个步骤都有真心诚意 老板娘陈毅敏熟练的站在大锅前 早已习惯滚烫烫油 排骨酥要炸到完美 下锅起锅的时间点绝对是重要关键 火一定要够热 然后它时间没有很短 一定要炸至少半小时 这么久 对 它一定要让它表面酥 比较酥 比较硬 它炸出来颜色才会好看 那个汤口 汤口的颜色才会好看 这个整个都可以吃 因为它是软骨 然后我们又炖得很 炖蛮久了 我们至少炖一个小时 所以它是整颗都可以吃的 刘汉成回忆起童年 当时家里经营自助餐 除了上学上课 其余的时间 都跟在爸妈身边帮忙 从小就能体会 做餐饮的辛苦 天还没亮 就要起来备料炒料 从早卖到晚 还要帮忙招呼客人 他告诉自己 长大后的工作 无论如何 都不要跟餐饮有所关联 小时候 看着同学都跟爸爸妈妈出去玩 我们就还是常在家里帮忙 那个年代 爸爸妈妈大概只休 一年只休三天吧 除夕 除一 除二 对 连员工都受不了 本来是不会想要做吃的 因为小时候就是跟吃的在一起 觉得太累了 刚好是要退伍的时候 妈妈说 爸爸很累 不想做了 我想说那我就回来帮忙 我去那边做一阵子 就是做的 我总不能每天跟爸爸妈妈拿钱 说我要出去干嘛 最后跟妈妈讨论说 不然开一间面店 就这样做到现在了 故事的情节往往不会按照想象的剧情来发展 刘汉成不仅开了间面店 还开在爸妈的隔壁 自己做生意通通都是考验 好在有什么困难转个身就能得到解答 因为一开始我们卖比较多的是中药材 像当归鸭 人参鸡那种的 可是到了夏天 讲白鸭根本就没什么生意啊 天气热 比较不会有失业铺平的 然后也是 就是因缘机会之下 我妈就跑去买了某一间的排骨酥来吃 之后他们居然会去腌这种东西来做 先给我们试吃 我还觉得可以卖 我们就来试看看 就卖一卖变成我们家的招牌 除了排骨酥是妈妈口味 传统油饭也是妈妈的家常料理 糯米要浸泡三个小时 再用滚水汆烫 倒半熟 接下来倒进蒸笼 铺平 搓洞 确保蒸汽将每一粒糯米均匀熟透 有饭是我妈妈 台北的外婆 我妈妈她会了之后 她偶尔会煮给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吃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我就觉得那不如我回来卖 就卖一下评价还不错 只是那时候卖的量比较小 然后渐渐的量变大的时候 我发现妈妈的做法好像不对 我自己上网再去查 我到处跑去找其他卖油饭的店家 问说你怎么煮 虽然我觉得这个行径有点疯狂 可是他们居然都肯跟我说 四处情意不断改良做法 终于做出大众都喜爱的口味 时常开店不到几个小时就卖光光 油饭越卖越多量越做越大 长久下来为了拌油饭 拌到手都发炎了 只好用机器来辅助 剩下的手工活就由太太一肩扛起 我没有办法处理 对 那你就不忍心了 你没有不忍心 我不忍心我部落做太多 刚开始一定不习惯了 因为不会煮啊 对啊 话久了就习惯了 原本这个不是我的工作 不是他的工作 那如果他不做的话 我部落就会帮忙做 就是变成我普通的工作 在隔壁做生意的公公婆婆 时不时就抬头巡视一下 看看媳妇需要什么帮忙 随时后勤支援 两杯多多看一下 很忙耶 不会不会 还好啦 OK 公公趁着空档 帮忙装饭舔饭 婆婆趁着休息时间 帮忙剁肉备了 看媳妇那么辛苦 我们就帮她 她自己岁就过来 就一起做了 她真的很乖 很认真 人家都问我说 你们媳妇是怎么去找的 对啊 那么厉害找一个 这么好的媳妇 不是我们打灯笼去找的 对啊 现在年轻人很少这样子人 做事 工作做事要做啦 没有像她这么有担当 我公公婆婆都对得很好啊 对啊 所以要珍惜 你怎么对了人家就怎么对你 所以 互相啦 就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父母 对 他们就会对你好 不管是哪种情感 这一份关爱都因为团聚而温暖 其楼下两代人紧紧相依 向前突围 油饭要不要香菜 大火快炒最怕就是一个不小心炒到烧焦 不过彰化之间面店招牌小吃 却是烧焦面 80多岁的老板说 年轻的时候他做的是板的 常常太累了累到打瞌睡 一次炒面炒过头 却意外炒出了焦香的味道 火烧面从此一烧而红 我常常睡起了 睡起去面去就炒得炒到 人家说炒到烧焦了 下了猪油 煸香海鲜肉丝 田明波的火烧面 靠的就是这一把 从炉里直章 既像能穿透锅底 又可一心换味的烈焦 炒出彰化人都数十年了 再就炎南割舍的迷幻交香 那时候就是人家 就是说火烧面 人家给你烧的 这都人家给烧的 不是我厉害 有的是我来 我都给他去问 问你 你火哪里在炒 我都在炒汤 在炒汤 你把人家说他也要炒 他也要炒 这有一个火烧的味 特色就是炒味道味 对 因为我们很多外乡 真的也是会专程来 这里吃他的面 然后他的特色菜 这是我最爱的 七十九年才上班就吃了 大火前 用魔术拌拐拌幼饮的老酒部 有的从年轻吃到法白 揪求那么微思念 但更多的则是因为成了引戒不掉 更抗拒不了盘上的旅旅身烧香 面对客人 天明博的火烧面故事 总有千种风情万种风貌 然而最写实的版本 却是在那一次瞌睡后 又上千万次的实验练来的 你也会搭着很多 对吧 对 这种是锅巴 最重要的 比较会搭着黑的 如果旁边 像说要能够 封销一个 整个人家 要吃鸡我会给他 锅巴 是啊 大火淬炼 朝面反共浴火 原来向而不交的原理 靠的就是每一回锅底 这层固定地位牺牲的锅巴 稀净焦苦 却又能染放知蜜辛香 这是五十年前开店卖面时 他想都没想过的偏方 而刚出社会时候 之所以一路从饭店厨房 做到自立门户 也是因为误打误撞 我以前吃饭 我都干账及三套 你說 poster ơod 我又有三套 你别太厉害了 说到念书 天明博总忍不住自嘲 虽然从小乘起 总是吊扯尾 但自己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 却是在书店打勾 后来辗转到了五金行 又因为食量太大 吓得当时后老板娘 赶紧将她介绍进厨房 老板娘跟老板娘说 说这个人不要买 是要吃豆腐 我很好吃 比较熟 你都爱吃多少 你还要吃饱 以前吃 是要我吃饱 我就会吃饱 这这么近十年 在异乡闯荡的光阴 磨出她一身 北方菜的功夫抵御 后来尽管因为返乡 回到农村照顾父母 她也能凭着实力 一边卖面 一边办外汇闯出名气 一阵人家拉来 拉来我就说 人家打光的 说不要做麻烦 小生你还没做 人家听说水 大大地 滴得比较 比较比较 他也要来吃 比较方便 总共一步 死去死去 愿闻愿闻 每每一提起火烧面的盛名 年近八十的天明国 就更加收起锋芒锐气 总说成就靠的都是运气 弯起笑眼再三强调 招牌店名都是客人取的 秘方是累到打盹蒙到的 就连独有的酥炸粉肠 都是客人亲自送上门的火红菜单 我就说这一阵 叫菜有功 你来做你一定会想的 我一阵是在饭店 饭店 鸡肉茶我们就会更知道 每天开店为了加快上菜 本厂要大批切醒预炸 等到出菜前 二次下锅炸熟 还要三度抢酥 用时间换来的香姿 一点也不输给 耗时费力的火烧面 我喜欢 它有个像那个什么 内火豆浆那种 炒回烧味 很香 很酥 很顺口 很香 对 第一次吃到用炸的 要好食在 就要钱又公道 又很有口碑 就是有时候真的 你要排队 老宅里 旺国一帆腾 就是将近半世纪 铁锅烧进了无数盘 不仍云乱勤迷的 浓桌香气 同时也燃尽 长少人的青春 也许真的是 因年纪大了 体力不堪负荷 前几年夏天 它甚至一度 在火炉前吵到挂急诊 吓坏全家人 他年纪红干瓶 军夏天 都不好 一直吃虐了 没有人吃虐了 只要秤在死 我回家 不好意思 穿不着 一直穿穿不着 我来 老师看到 到日子 老师又不会去 就等會了 再來我們大家多回來 我就願意把女兒 把客人車在裡面 帶她安康 安康說不可以 這年就救了車 因為從小就看她辛苦這樣子做 她想說來幫忙幫忙 到自己有興趣 我都是靠機心 記起來 我沒有在寫菜單 因為讀書 我就沒辦法了 就要讀書背書我都沒辦法了 背菜單我就有辦法了 好在兒子從小耳濡目染 草叢爸爸的真傳 現在更燒製出使命感 孫子輕輕年紀也早就跟在腳邊 競生最佳助力 三代彤彤的火燒麵 石火下看似蒲濁粗粗野 質地卻是細膩的 用一聲執念 像時間點登來的心力芳香 無怪乎總仗著迷戀繳米 台灣的蒜頭有八成五都是來自雲林縣 有位高餅師傅為了幫農民解決蒜頭製銷的問題 他特別研發出蒜頭牛舌餅 而這邊好意 也為高餅店帶來更多商機 常常在爆香這一大鍋奶油蒜頭時候 香味產遍了整個市場 很多人都是聞香而來 像台語說用薄的 讓它慢慢的膨脹慢慢成形 蒲子市場裡沒有嘈雜的叫賣聲 只有撲鼻而來的奶香和蒜頭香氣 比例的拿捏很重要 又不能不香又不能過香 我們這個連那個小朋友都敢吃 蒜頭牛舌餅做好 大可以送進烤箱烤 但高餅師傅吳老闆 就是鍾情這個小小煎台 將餅的細節照顧到好 拉起來的皮會有一個特性 就是會溜皮 比脂它要薄它才會脫皮 這個就是好吃的保證 用煎的會比烤箱烤 來得更有濕潤度 再經過五次翻面 餅皮有了千層變化 吳師傅當兵出社會後 就和高餅結下緣分 一路做餅到現在已經30年 自己愛吃的東西 買不到就自己去想方法來做 不是自動嗎 最主要起來 前幾年蒜頭過剩價格暴跌 為了幫農民解決問題 於是開始做起蒜頭牛舌餅 坊間傳統做法 大多把蒜頭打成泥包進麵糰裡 但不是科班出身的他 深用生活經驗 用中餐慣用的爆香手法 讓餡料也有風味 這個蒜頭因為經過高溫 先炸過嘛 那它的硫化物會在高溫的時候 它會變成香氣跟甜味 這個就跟果汁雞就完全就不能比 不同思維做出來的產品 有它的獨到之處 這是吳師傅很自豪的地方 奶油做起來的這個品質 會很...比較油膩 它的香氣會很好 好像有一點在吃蒜頭的牛奶糖 那種感覺 就在爆香著一大鍋的奶油蒜頭時 香味傳遍整個市場 許多人因此尋香而來 意外讓牛舌餅未也先轟動 一百零五度的時候 它蒜頭會開始浮上來 那個時候就不用攪 就不用一直攪 以前我們聽的時候 我們理想中的東西 經營者大概都不想做 因為那個有點理想性 尤其這種東西 你添加物越少 它就越不能... 不耐保存嘛 真的 你添加物 你看它有勞進去 阿伯我快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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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拿去 台灣的蒜頭小而嗆辣 其中八成都來自雲林 只是勞力短缺 市場開放 現在市面上充斥的很多都是 阿根廷和西班牙蒜頭 人間很少 你也想說 土龍 好像三個就兩百多塊 三個喔 三個人兩百多塊喔 車裡頭幼稀嗎 對 對 我都幼稀 以後就不算人家吃 都要警告 再加上氣候異常 收成不是爆量 就是銳減 都讓這個小小作物 快要消失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以前所以山羊都很少 後三百 後五百很少 去年都四五千 一分塊 一分塊 以一分塊山羊來說 丁丁念的是台北工專機械科 三年前看到家鄉的農產品滯銷 於是放下手邊工作 從台北回到雲林 幫忙協調加工並且行銷 對 對 一分塊山羊都可以蒸 一分塊山羊都可以蒸 這色的 我還看過這麼白的蒜頭 一般葡萄會變黃色 現在這個材料比較白 新鮮 江過剩的台灣蒜頭拿來做餅 他特別著重手工餅皮的製作 你這樣會氣死細胞 就是說科班出身的 師傅一般他不可能會這樣做 不用擀麵棍 而是用手部力道來延展麵筋 一點一點往後捏 許多高餅師傅嫌費工不願意做 但辛苦會反映在口感上 吃起來比較軟 人家說比較軟 它不是這樣子硬梆梆 你要做出好吃的東西 怕一定是費工 對吧 如果隨便做魚做的話 東西怎麼可能會好吃呢 強項不只有牛舌餅 傳統狗仔在他手上也有新面貌 堅持選用台南五號的粉綠豆 來做綠豆糕 他說五號獨特的清香味 是其他種類比不上的 只是綠豆採收都在七月酷暑 因此樸子也只剩下三位老農肯種了 這夾層的綠豆糕 我們是第一個 你自己想出來的 對 而且是差一點自己跑去種綠豆 那個阿伯不種的話 我就要去種了 也只有在拜拜 或是傳統餅店才看得到的點心 大多都是老一輩吃得開心 年輕人一看就說不 其實已經都斷層了 然後靠我們這樣子一個一個 給它換血換回來 再把它找回來 為了讓古早味有新生命 它改變糙米和糯米粉的比例 並在口味和顏色上加以改造 像是這一款綠色的 它是用綠茶粉調色 再用屏東檸檬入味 淡淡橘紅是甜椒粉入色 埔裡的百香果入味 新異鄉的烏梅 家境的是中藥材杜仲 改良然後又找到在地食材 一些綠豆 紅豆 來做成綠豆糕 紅豆糕 把口感弄得更精緻 而且不靠添加物 胡子因為人口外流 市場都沒生意 攤商紛紛撤離 只有他勇敢挺進 因為就愛這安靜的環境 不怕賣價比別人貴 因為做工比別人精細實在 脫離知名餅店 自己擋起老闆 市場裡的創新糕餅 開始在伴手禮戰場上展露頭獎 苗栗後龍有一間開業 超過一甲子的手工刀削冰 第一代老闆夫婦 他們靠的是純手工做的 杏仁乳跟粉條 是養大六個孩子 而現在第二代都已經五六十歲了 他們不管平常工作再怎麼忙 只要周末兄弟姐妹一定趕回到後龍老家來開店 把父母親留下來的良心製兵價值 纏遞下去 來 小姐妳要什麼 來 先生 西安米 西安米一個幾碗 齁龍媽祖瞄前的週末午後 偏偏大白天裡還是烈日當空 遊子返鄉必報到的六十年老兵舖 求田町坐鎮領軍 前場有二妹和小弟主責時 太太和大妹就負責補給跑腿 因為你在拿的時候有沒有這個 要到這邊的時候這邊要往上 有沒有你看我們不敢很靠近 我爸可以削到很薄 差不多一公升 沒辦法 四年會比較重要 所以他如果不小心會怎麼樣 會流血 在冰割箱對不對 對 撞到這邊割箱 我發現這邊料非常的多 非常的豐厚 很久了啦 古早味的 對 在地人 你吃幾年了 應該從小吃到飽 會見什麼 他們家喔 應該是姓仁鹿吧 就是它一顆一顆的 然後它還有加一個東西 就是檸檬汁 兩三瓶大的小餐廳 一年就賣夏天 有趣的是 邱家大哥賣起姓仁鹿粉調冰 不僅藥族七八個人手 裡頭各個還是廠長 藥師經理跟大學教授呢 以前父母親的那種大愛 他可能就是說 你也在做 做的難口 你就會認真比較怕痛 以前那個年代 就是說你要讀書還是要工作 你工作是這樣喔 如果說讀書 如果是好的成就 當然父母親的方式 他說你們就去各自發展 記得小的時候 爸爸媽媽上午賣魚 下午就推著彈車 巡迴小鎮賣兵 在那個刻苦的年代 家裡六個兄弟姐妹 誰也落跑不掉 尚從大哥下到小弟 放學後不是先到店裡 端碗盤擺桌椅 就是回家幫忙煮粉 調搓愛玉 只是沒想到這一項當年栽培大伙 除人頭地的苦活 一座四五十年 反而在父母親都走了以後 更讓一家人捨不得放手 可是我是覺得他們可能是 他們最佳的零距離 兄弟姐妹的感情真的是很好 我有時候禮拜五晚上 其實他們剛下完班 其實有時候看著他們 拖著疲累的身心回來 可是只要禮拜六一開始 也是一樣五六點清晨就起床 而且不用說誰開始起床 不用他只要聽到一個 第一個人有起床的聲音 後面馬上起 曾經育養六個孩子的老家 如今每到週末 竟能裝進六組家庭人馬 有的南下有的北返 還有為了趕時間搭高鐵回來的 也許一個週末兩天賺來的工資 都還抵不了高鐵票錢 但他們依然 禮拜六清晨一睜開眼 主杏仁江的主杏仁江 做粉條的 就實在再把粉條做好 這要不斷地去修訂 比如說我在拍打一個完成之後 我可能會看成品 去判讀這東西Q度到底夠不夠 那透明度到底夠不夠 老宅的後廚房裡 少了機具運作生的夾持堆疊 手工粉條乍看扑著 卻多了份溫度和美人 而杏仁用的是男性先研磨 手煮成江在近代冷卻凝固 做法全是循著上一代交下來的 就連紅豆跟綠豆也是以慢火 炊蒸成乾料而非糖蜜 唯如愛玉子事 後來為了精益求精 求甜丁跟弟弟妹妹們 特別上了一趟阿里山 千跳萬雪而來 很奇特喔 這愛玉本身有很多的 像小姐一樣的 焦氣 水 有雜質 它不解凍 裡面有一點油 它也不解凍 當你類似一個 焦軸的成形的樣子的時候 千千萬萬不要去觸碰它 就把這個紙有沒有 這些就不用了 因為這個口感不好 你從小就做這項嗎 對啊 這樣是比較輕鬆的意思嗎 對啊 你會聞到它的味道很香 你會被它吸引 所以你就會一口塞到那嘴巴裡面 就這麼六十多個人間寒暑過去 哪怕一週只賣兩天 一年也只做不到五個月的生意 兄弟姐妹們 犧牲休假睡眠也還是格外珍惜 也許正因為是風變了 質樸純粹的無添加之兵 更顯出傳遞的珍貴 也可能在某一段苦澀的歲月內 工作早就升華成 家人間的精神食糧 快沒辦法 來來 請來來 沒有 擺三孝為先 大哥給我們的概念 還有姐姐給我們的概念 就是做一個版樣給小孩子看 所以再怎麼補 爸爸身體再怎麼補好 還是要扛起來 這是一份責任 很多就是一些客人 他吃了之後覺得很好吃 那會再回來 他就握住我太太的索 他特別跟他講 你們這個冰我從年輕吃到現在 你一定要傳承下去 不能讓它斷 求天丁說 常下禮 總是不忍心客人常盼 一個禮拜的週末 因為撲空而失落 所以這些年 就算失業家庭在勞碌 撐著坐著 年年歲歲也就停不下來了 而賓友們吃慣了的粉條性人路 或許背地裡更不單純 只有古早味 邱家人的盤裡碗內 一定多了抹熱鬧風雲的甜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樂 生日快樂 永遠的18歲 採訪這一天 儘管是邱家二姐的生日 電照開 冰照賣 且一大清早 壽星得做的前置工作 同樣一項也沒少 但他們樂在其中 更感念能一起流汗的當下 我現在講說我未來的媳婦 後來看看來見媳 是不是所以適應 這樣的大家庭 因為這樣的工作型態 畢竟年輕人 比較少接觸 來 找您 三十五元 謝謝 從大概國小時候 國小就奇怪了 每個假日都有來喔 對 跟爸媽媽都會回來 那你怎麼覺得很奇怪 以前小時候會有一點 可是現在很習慣 對啊 就是覺得還滿開心的 傍晚 玻璃橱櫃上 午後才出爐不及的粉條愛玉 依然可口悅目 掺著冰花一口狼吞下肚 首先迎來心皮慶涼 中衛則是冰質如貴的幸福款待 至於花在齒家間的餘韻 便是只有老客人 才能意會地念想了 這個家庭 父母親走後沒有留下財產 不過卻留下了好手藝 子女們心懷感恩 因為靠著古早味的蛋餅手藝 讓他們生活安穩 受用一生 雖然賣的是傳統的粉漿蛋餅 但是口味一點都不傳統 老闆娘求新求變 變出多種選擇 讓客人天天吃也吃不膩 凌晨五點鐘 萬籁聚集的街道馬路等待破曉 當所有人還在沉睡的夢想裡 高雄延城區的街邊一角 已經開始暖身 火爐火爐騰起陰暈熱氣 肩台的火力持續飆升 五花八門的風聲早點堆滿台面 全體員工割酒崗位 加速備料炒料 動作可不能停啊 天色漸漸透亮 意味著早起鳥大軍準備來襲 打什麼 還有沒有吃蛋吃辣 好 大家都要趕緊 最後一刻 讓它上班前打卡 上課前 翹中前這樣 就要趕在座位 看我們就是會比較緊迫一點 所以我們就是要 是不是要加快是加快 古早味飯糰 配料任意搭配 營養滿分 分量飽足 餐點通通先點現做 新鮮美味 讓人甘願等待 要排隊 那他們是現做的 所以感覺很好 就是對於媽媽來講 孩子來講 都是一個很棒的 盛品 這個在地經營非常用心 然後衛生乾淨 速度也很快 中冰奶 蛋餅原味的嗎 鑽頭醬油 鑽頭醬油 鑽店之寶還不止一樣 一列排開的鐵板上 燒滿粉漿 箭台頻頻傳出坑槍節奏 瞬間成了蛋餅製造所的一級戰區 要形容它的魅力 想必就是魂牽夢營的滋味 有的客人就說 他愛上我們家蛋餅 然後他中途 有的去到北部 然後久久回來吃一吃說 他好想麵喔 我就會開玩笑說 你是想我還是想我們家的蛋餅 就是我們是用麵糊做的 不像外面現在一般的那個 手工餅皮 那就是現打的薑 吃起來就會比較彈牙Q彈 然後再配上我們的獨家醬料 吃起來就是讓你會一直想要 刷水那種感覺 好調醬油 就蒜頭不要講 跟一般的那個蛋餅的那個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手工調的 還有加牛奶 所以它吃起來很軟 比較香 我覺得它蛋餅很好吃 是因為它是古早味 在市面上已經很少看到 就是真的用麵薑下去裹的蛋餅 我每次只要那個蛋餅 加上那個蒜頭醬油 就覺得好好吃 好獨特的味道 所以我們每天都會來報到 雖然賣的是傳統粉漿蛋餅 但口味一點都不傳統 光是新鮮蔬菜就有豆芽 小白菜和九層塔 台式口味古早味香腸 或是刷上沙茶醬的懷舊滋味 老闆娘黃文芳 與時至緊求心求變 變出多種選擇 讓客人天天吃也吃不膩 一剛開始就是只有原味跟蔬菜 那後來就慢慢地增加 增加很多料出來 因為現在小朋友 他的口味一直在變化 所以我們就是要跟著人 跟著人家一直變化的樣子 為了跟上千變萬化的飲食習慣 分分秒秒都在腦力激盪 開發新口味 偶然一天靈光乍顯 變出了一款隱藏版 吃過的人都直呼 正是蛋餅驚喜爆把 所以我們在吃東西就會想說 我今天要吃什麼 就會選擇障礙 我就會推我們的皮摩吉了 就是心情的心情蛋餅 就是什麼東西都給它加 所有的料裡面都給它放上去 那如果說今天 大家心情很好的時候 就加很多 三爐間台不停趕火 像在打仗 才剛補滿的粉漿 每三兩下就被掃空 麵糊天天現打現賣 一批一批賣完了再做 基本上就是手打啦 比較能夠感覺它的稠度 就是不能太稀 水水的 也不能太過於濃稠 就是你要慢慢去感受它那個 介於中間 因為它裡面可能會有一些成分 可能會因為天氣 它整個就壞掉了 洪文芳從小就在家裡頭 幫著父母親做生意賣自助餐 所有的工作再熟悉不過 只是一開始並沒有創業的想法 結了婚 離開了回憶滿災的高雄 和先生一起到台南生活 我嫁到台南 然後在那邊那個不太習慣 我就又搬回來 把我先生娶回來 剛好有一個飯糰的阿姨她不要做了 然後問我們要不要接手 然後我們就下去接手了 回到熟悉的故鄉賣早點 一開始路邊攤只有飯糰單一選項 既然決心要做 就要努力做大 將爸爸獨門調製的粉漿蛋餅 拿出來賣 不可古早滋味 本來是在路邊攤 然後慢慢的就 剛好有房東說要出 然後我們就挪上來 本來規模也沒有這麼大 就是慢慢的規模就 越來越大這樣子 要中溫紅一個原味加蒜頭 一步一步踏實地走 才能有今日的光景 現在小孩也長大了 黃文芳漸漸卸下重任 交棒給兒子 要辣嗎 不要拉喔 徐永祥從幼稚園時 就會到店裡打砸 更能體會 這工作一點都不輕鬆 曾經對外面的世界有過憧憬 但看著父母親忙碌的身影 這念頭也逐漸散去 各行各業都是辛苦的 也是要有體會過 才會知道它其中的一些 難度在哪裡 做久了脊椎會不太好 因為都要搬中 就常開刀啊 然後覺得能幫忙就幫忙啊 這個很貼心的小孩 什麼事情都不用我擔心 他自己都會看 然後爸爸在後面盯著 所以我就可以 等於說慢慢的退到幕後 我的員工他們也都很棒 很挺我 漫長歲月的點點滴滴 始終如一的精神 從未改變 感念父母的疼愛和教誨 因為爸爸的緣故 爸爸媽媽的支持 然後想要我們好 其實所有當父母的都是希望 自己的子女都過得很好 但是他沒有留財產給我們 他留了給我們的工夫 我很愛我爸爸 他已經不在了 我的爸爸媽媽都不在了 愛有很多種形式 思念也是 把父母的廚藝連同回憶 緊緊的握在手裡 真實 真心 又珍貴 如同蛋餅的滋味 桃園廟口前擺攤賣豆花的老闆 配料偷偷偷是自己做 當天獻主絕對不會隔夜 還有謹記父親的丁寧 實實在在呈現的經營 生意才會穩定長久 顧客說冰箱玉泥球 一定要搭配手作豆花 台式甜品吃一口很療癒 我們4點開始營業 今天有提早突然 廟宇前木造的小攤子 外型小巧精緻 掛上兩個大大的紅燈籠 還不到營業時刻 總吸引路過的人 閒來一探究竟 不只是過客 許多信眾拜拜前 也會順帶一碗甜湯 給土地公品嘗 像這邊其實初一十五 或初二十六 很多信徒會來拜拜 有些人就過來 就是順便會買豆花去拜拜 然後拜完就自己回家吃 豆花嗎 對 豆花 要幾杯 四杯 你要幾杯 要 四杯 四杯 四杯馬上窩 酷熱的氣溫實在需要降溫 紅豆 綠豆 藝人 昏桂 彩色湯圓 好多種配料讓人選擇困難 每個都不想錯過 航家必點的大總會 再加上一球綿綿冰沙 冰涼帶點青天 心也跟著療癒了起來 吃起來就是 會覺得它的原物料非常雜實 就可以吃得到食物原本的味道 很綿 你吃過它的豆花 你在到別人家的豆花 你會覺得它的豆花 真的跟別人一樣 湯圓是手工進入模的 南凱這邊他們家的很好 很好吃 今天都有 然後有芋泥 讓人心心念念的手工芋泥球 是假日限定的超人氣隱藏版 配料堅持每天新鮮現煮 絕不隔夜 為了滿足客人的甜點味 老闆王維漢不怕麻煩 就連小湯圓也自己研究自己做 糯米粉不見得百分之百的糯米粉 那個都有在餐東西不一樣 因為你光看價錢就知道了 捨棄現成的糯米粉不用 一來看不見魔鬼中的小細節 無法品質把關 二來蒸材實料 才能對客人有所交代 本來是白色的 煎到有點半透明 像這個已經有點半透明就可以了 如果你磨好的粉之後 分兩邊 一邊就是這邊準備 然後另外一邊你拿去煎 然後兩個再混合在一起 這樣就是湯圓 其他什麼東西都不用加 因為那個龜塞 它去煎了之後 就是有天然的黏性 王維翰憑著幾次的餐飲經驗 上網查資料 不斷研究嘗試 他認為吃甜品 也可以吃得健康 不過多調味 原味呈現 真的食材 才有真實的味道 芋頭的話我都會挑大甲的 我都會跟小農配合 就是他們農夫都是自己 可以親自栽種 然後採收的 所以他們品質也比較可以控管 像以前曾經叫過 就是那種 這個 很多 所以那一批芋頭真的是 消到浴窟 芋泥球的話 我就是很簡單很健康啦 我只有加砂糖跟開水而已 就是外面有些人會加沙拉油 會加油脂 所以它吃起來 就是會有點滑順滑順的 同樣打成泥狀的地瓜 要做成地瓜圓 簡單加點糖 再和地瓜粉一起攪拌 我的地瓜粉加的沒有很多 有時候還會吃到纖維這樣子 而且主要是吃得到地瓜味 你就會知道說 我的果肉加的是很多的 煎炒人家外面都是用罐頭 我還是想吃比較健康的東西 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地方的草 然後去試 去熬 實實在在的每個步驟 是王偉和想傳遞的真心誠意 開豆花店也是無心插流的意外收穫 當兵退伍後 做過餐廳 當過業務 後來和朋友合夥做營造 時常意見不合 爭吵不斷 最後是不歡而散的結局 沉浸了好幾個月 找不到人山方向 偶然一次 陪同朋友學做豆花 沒想到意外打開了創業之路 本來是陪他去學而已 就陪他去這樣 然後他單純上來去學 然後他順便找我去吃飯這樣而已 對 結果後來他就沒有學 其實我第一年也是跟人家劈豆花 但是因為覺得劈豆花不是長久伏跡 因為自己做的話 除了力度比較高之外 品質我也可以控管 對啊 因為你會發現跟人家劈 有時候會慢慢地 會偷空減料 不偷空減料 才是好吃的第一步 使用飛機改黃豆做豆花 或添加石灰防火劑和消泡劑 煮豆漿就是黃豆量不能省 因為你越省就越稀 而且像開水一樣 我豆漿的濃度是 一半豆花還要猛 所以很多客人吃好豆花就會 不會只是吃到那種 豆花加湯水那種感覺 會有吃到很明顯的豆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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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真的有 我來這邊搭起來 他想做什麼就是 陪他一起做這樣子 對 就是有點像他的 鑄手的感覺 既然做生意 就要做得長長久久 夫妻倆同心協力 一邊摸索一邊精進 最終體悟到握在手裡 日記月淚的寶貴經驗 是其他人哪也拿不走的 可能是從小 老爸教的那種 生活習慣跟個性吧 就是事情要做 就要把它做好 我爸在我退伍後的隔年 22歲就先離開了嗎 所以後來離開之後 其實後母也搬走了 那當時就 這麼多年來 就都只剩下我一個人 但是也還好 也不會因為說 親人走了怎麼樣 就自甘墮落 去危害社會什麼的 把父親的丁寧放在心頭 實實在在的 做好每一件事情 即時人生的拼圖 又已失 已缺角 從挫敗中學習 再重新出發 終能拼出 屬於自己的甜品藍圖 謝謝 你好 謝謝 同班美食 好吃CP值優格 人人都愛 同一個時間 鎖定我們的節目 同班美食假套套 你才不會錯過更多好料 感謝你收看 我是林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